为在新庄区中原路217项的一处排水沟 经常传出阵阵的恶臭味 进而影响到邻近住户的生活品质 当地里长黄永昌接获民众的反应之后 立即通报新庄区公所公客 还有清洁队等相关单位前往现场会看 终于追查到了元凶 里长呼吁民众千万别贪图一时方便 甚至是些管线排放污水 小心受罚了 工作人员将污水盖掀开后 发现排水沟内遭到不守法的住户师接管线 将污水级粪便直接排放到这里 才会产生令人难闻的恶臭味 当地里长黄永昌接获民众向他反应后 立即通报新庄区公所公客及清洁队等相关单位 前往现场会看终于追查到元凶 公务客以及清洁队的水沟班 以及我们的稽查班来校现场 请公务客把水的特盖拿掀开 结果发现里面私自接污水管 没有正确的排入污水沟里面 成恶臭 为在新庄区中原路217巷的这一处排水沟 经常传出正正的恶臭味 进而影响到邻近住户的生活品质 黄永昌里长郑中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方便 擅自私接管线排放污水 小心受罚 如果我们的民众没有依正常的污水接法去接的话 我们会依 会汽物清理法272款项罚款 1200至6000的罚款 罚款相当的重 请各位居民要遵守 不要随意的清道 217巷附近属于传统老旧社区 一样希望居民一定要有功德心 不要制作小聪明 以为自费接了管线 神不知鬼不觉 一旦通报相关单位查获属时将依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 还要缴上一匹罚款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